嘉嘉老师告诉你 试证实物的登峰四招 看看试证怎么得分 第一招 跟着教材过三遍 系统学习金讲班 金讲班一定要学的 大家注意 我们的课程 是跟着教材的金讲班 它就教材给咱们 我们要学的实物分成三块 一块是施工技术 一块是施工管理 一块是法规和标准 我告诉你 施工技术最重要 管理还可以 但是法规相互考的少 法规基本上就一两分 主要上面这两块的 一个分配的比例是6比4 这是试证考试 是6比4 如果是房间考试 一般是4比6 我们这个是6比4 所以这个是施证 它是技术和管理 技术六个专业 当然得多考点 我们会在经讲课里 给大家 每一个技术点 都给你详细讲清楚 小白同学也不怕 我们有加分密技 我们有加分动画 还有动图和照片 这些都辅助大家理解 你一会儿我给你看 你都能明白 你放心 你要想过 一定得跟着教材过三遍 这三遍怎么学 第一遍就慢慢悠悠的 当然也不能害怕 跟着经讲班学 经讲班学过这一遍 就相当于你心里有底了 哎呦 我都明白了 不要求你强记这一遍 就是明白就行 第二面做提起 做提起 用题来检验 你到底记住没记住 你学过经讲班 可能你记得不多 但是肯定能落下来 但是不可能都记住 没关系 在题里反复记 题要用手写 准备好水比 那考过的同学你看 晒症的同学 都是一大掐子 一大掐子的看 水比啊 这好几十管的好几十管的写 一定要写 然后呢 我们写第二遍 啊 写的过程中不会查 查书或者查课件 看看哪儿是你的知识浪动 第三遍 就是最后了啊 比如说到9月份 那我们就怎么样呀 这跟着教材 实际上呢 你就捋了 捋你那儿不会的 那个就很快的啊 捋知识点了 就很快 就相当于串了 跟知识点 过三遍 系统学习 才可以 第二章呢 就是在我们学完了 这个经讲 和我们对这个教材 和知识已经掌握情况下 我要把这个 经脉打通 什么叫教材经脉呢 大家你看我画一个题目 这个图就是有主线的 我们所有的项目官 甭管是啥转业 都是从赵特彪开始 到郡公宴 收备案交付使用值 都是这么一个阶段 你一定要闭着眼睛 能够说出来 在这个阶段 我们考点有哪些 有同学可能说不出来啊 说不出来的同学 你不用说太细 粗的你也能说个一样 这个呢 看似管理 其实里面蕴含技术 招投标阶段 要关注一些 招投标的考点的时间点 对吧 比如说我们呢 是招标公告 发售至少是五天的 对吧 我们呢 给大家 投标人 二十天 去进行投标报价 这个 对吧 这都是时间点 还有那些程序 我们要在投标截止期之前 以书面的形式 递交上去 去修改 或者补充我的标书 过了投标截止之后 那就是 费标了 好 就这些东西啊 包括清单计价 我们现在是国有资金投资 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 都要清单计价 清单是报 综合单价的 综合单价的一个 清单的一些计价方式 去进行竞争的 这个综合单价里面 它呢 计算哪些 人才及管理 它已经发现风险 但是没有归税 对吧 没有归税 归税是不兴奋的 是吧 所以在计算这个 投标报价值综合单价 这些清单的一些 相关内容 你都得知道 它是什么组成的 你那清单 啥组成的都不知道 我们那年考试 市政人就考了吗 考你 我们那句话 我记得特务情 他说 我们呀 市工企业 用甲方给的清单量 去投标了 对吗 不对呀 甲方给的清单量 是净值净量 市工企业 应该重新核算 过程量 算出它的放量 用放量去查定格 然后呢 算出它的消耗 消耗了多少钱 最后的人才及管理 最后把这个钱 总数出来 除以我们清单量的 净值净量 等于总能价 所以你要重新算的 因为人家甲方 要的就是完好无缺的 但是你要考虑 它可能呢 会有些损耗啊 等等 所以这不就是 清单几下里面 然后 招标结束以后 要签合同 合同 要在30年内 签书面合同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 合同的相关知识 比如说合同的解释顺序 最高效率的是谁 是谁呀 我们说是协议书啦 当然是协议书啊 所以有口诀的啊 协中投 专通季徒庆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优先度就出来了 协议书最大 中标通知书第二 投标盘第三 然后呢 是 中条款 中条款 还有技术标准 还有呢 图纸和以标价的 过程量存在 这样的一个顺序 最老大的就是协议书 所以啊 协中投 专通季徒庆 你不就记忆了吗 单据我们的合同 我们呢 合同是可以进行变更 和索赔的 对吧 变更14年内提出 索赔28年内提出 这里面就要考虑 变更的几种情况 并且还会算 要会算 价款变更 价款变更 二级都考了 一级难道不考吗 所以不要跟我说什么 市政不考管理 谁高你的 市政不考管理 管理 每年都不下 30分40分的 对吧 甚至有时候更多 考年份高的就高了 谁高你不考 必须看到 那条价二级都考了 一级难道不考吗 所以啊 条价也得灰 这变更条价吗 索赔 索赔的情况出现 那你得知道 我们有一些情况 赔赔 那这个图纸板道 赔不赔 市长 对不对 那下下雨 赔不赔啊 是下季节性大雨 还是下那种 500年一遇大雨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他都有要求 这都是索赔的 你都得会啊 什么情况索赔 什么情况不索赔 都会给你讲的 还有呢 就进入施工了 施工呢 有施工的准备 施工准备包括 你看组织准备 物资准备 计务准备 现场准备 资金准备 组织准备里 就是人嘛 要有一个团队 他才叫组织吗 团队老大是 向经理 要不你考这个 你不就想当向经理吗 所以团队老大 就是向经理 那团队老大 将来问 谁是什么 现场什么时候第一人 他呀 去年我们考的 谁是现场防疫的第一人 现场防疫第一人是谁 当然是他了 那能是别人吗 所以就是向经理 所以啊 很多情况 考角色 在安利体里 都是他 考跟技术相关的 一般都是技术负责人 什么 小底啊 是吧 什么参议一些 简单验收啊 那是技术负责人 他干的别 另外呢 我们还有公司的人 公司的人审批 对吧 公司嘛 那肯定是审批嘛 老大呀 上级单 审批的 公司技术负责人 都审批的 好 然后呢 我们说 物资准备指的是谁 物资准备指的是 材料经厂要验收 材料经厂你知道吧 要进行三步走 第一个是看 我们去看什么呢 我们要检查他的外观 还有呢 查证 还有抽取一定数量 做质量 检验 敷验 对吧 这个三步走 对吧 这里面有口诀的啊 比如说我们外观检验 有击中归牌场 对吧 什么叫击中归牌场呢 是你去打靶吗 对吧 击中了谁 所以击就是等级 对吧 重就是种类 归格 还有排号 厂家 对吧 观察这些 就看嘛 看这些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呢 是经厂验收 查证 还有呢 刚才提到的 抽取一定数量 做质量 对吧 那我们说 见证取样复试 谁见证啊 你知道谁见证吧 监密啊 谁取样啊 你知道吧 谁干活的 施工啊 谁复试啊 有自制的实验室啊 所以你这几个都得知道 还有啊 技术准备 技术准备就要编施组 施组是要经过审批的 施组包括方案 进度和平面图 其中方案是核心 方案里面就是方法 机械过程 还有我们说过的两专问题 专业方案 在家里正 对吧 这两个呢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个题 就是关于真家论证的 怎么记 我有窍门 我有诀窍 有加分密集啊 教给你怎么记 专家论证 还有现场准备 现场要做好 三东一盆 这是甲方做的 还有呢 测量复测 对吧 有问题找到甲方 还有呢 胶底 胶底呢 是项目的 技术负责是组织的 本证 八个字 全员书面 签字归档 八个字 还有资金准备 资金就是要有成本 准备都完了 这五大准备都完了 我就开始干 干活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 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大家看 我要满足呢 我们几个目标 有成本的目标 有安全 有进度 有指南 成本目标 就刚才说的 有资金准备 这里面就可以让你算算 比如说 预付款 起货点等等 这都能算 但是现在这种 就跑得少了 大家就了解不信 也可以问问 你一些成本的 一些原则 成本的一些 管理流程等等 还有呢 是进度 进度呢 就是考网络和流水 双代号网络 还有呢 是流水 横刀图 以前年年考 这两年呢 好像考这个体也少了 15年以后就少了 考进度 但是你不能不会啊 因为有的时候 在我们的选择体里 还有一个双代号网络计算 还有呢 是安全 安全呢 每年保证在 差不多20分左右 对吧 现在呢 疫情期间 有时候也可以结合防疫 你像建筑 这两年都结合防疫考的 还有呢 是质量 质量这个 哎呦 这个可多了 要结合我们六大川衣 道路 桥梁 轨道 交通 城市 几排水厂站 还有管道 和拉几天埋 除了拉几天埋 考案例的可能性小一点 剩下都可能会考案例的 你必须要会的 都可能考案例的 真的 以前我们说 陆沟桥是个重点 现在陆沟桥还是个重点 但是几排水厂站 他呢 现在也是争争日上 这两年不都考了吗 我记得前年 我们不就考到了 几排水厂站的满水实验吗 再往前倒一年 又考满水实验 是吧 他已经常考 所以必须要会的 因为它涉及到钢铁混凝土的一些知识 还有运营的一些知识 跟桥梁有些交叠 所以都完全能考 桥呢 就不用分数 那是老大的 那考试这就是上三期的 知道吗 必须要考的 那考的不要想的 桥梁是 肯定是 笛系的 肯定要考的 然后呢 像路啊 和管道 会结合桥梁 因为修桥路 修个桥 就可能会有路 就可能会挖管子 所以这个呢 我们会在讲课过程中 逐一给大家分析 修桥验收这块 你要掌握修桥验收的一个条件 得具备了才能修桥验收 谁组织 谁参加 是吧 这我们将来都会提到的 还有呢 资料最后如何 归籍都得会 备案 什么时候备案呢 你建完这个东西啊 桥梁 修桥验收合格以后的15日内 去备案 好 但是啊 你要是拆东西呢 拆多年记住了 要在拆这个东西之前的时候 我就不一样的啊 好的 最后呢 是交付实用 好 交付实用一般不考 但是前面都有课考性 给大家履清这个教材的经货 你要将来B点 跟我一样 能数了就出来 这些教材经货里 哪些考点是重点考点 就OK了 这里面 我们试证考试 这六个专页 其实技术性很强的 大家看 就是技术性很强的六大专页 考分很高 这个考分加起来 我们说160分的买一分 加个超纲的 每年有15分左右 所以必须要回 道路呢 基本上在15分 你看 桥梁呢 在29分 就相当于30分了 是他的一倍了 轨道交通15分 起败水赏战15分 管道在17分 然后生活垃圾田买一般不考案例 他就2分啊 最多也不会超过3分的选择题 如果考案例了 也就一个问题5分题 考过啊 我们在14年和09年2年考过 生活垃圾田买的案例 其他年份的考过 必须要回啊 道路里讲什么 你看 道路里给大家分析呢 我们的材料和结构 还有施工 施工肯定是重点 材料结构里 有道路的分类啊 分级啊 路面的材料是什么组成的 还有我们刚才讲过的 党组墙 党组墙也在这里讲 他呢 现在每年 他到上升了一个重点 经常考 然后呢 还有呢 是施工 施工呢 有道路的路基施工 还有呢 路面 路面里的基层施工和面层施工这些 桥梁呢 给大家也讲结构和材料 混凝土的 还有呢 是混凝土的基本的施工的 当今模板混凝土的要求 这里面内容很多 还有用力的啊 然后施工里面 专门讲施工 由下部结构施工 上部结构施工 上部结构施工为主 主要讲了预制的和现交的 现交的主要是支架法 还有一个呢 是玄米法预制 玄米法 我们也考了许念和签议 然后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呢 是也讲了结构和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讲呢 轨道施工 这里面以牛蛙鲸鲸为主 牛蛙的一个鲸鲸开发 对吧 之后为主 顿垢呢 也是考过 但是考的相比会少一点 然后喷网拉法里面 有几个点是可以考的 城市几排水 长站工程 就是水池子嘛 也是讲了几个特点 它是混凝土的 有现交的 有预制的 还有它的施工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 施工里面的沉井问题 管道 管道有三种管道 几排水管道 工耗管道和燃气管道 还有一个是 城市的综合管廊 综合管廊 就是沟通沟啊 管廊的这个地下管廊 这块也是个新东西 不过也是混凝土的 其实东西不行 名字新来 好 这块呢 我们可以结合 结合前面啊 一块烤 管廊里 也烤过相应的点 前面这些几排水 和供热和燃气 它侧重点的一样 几排水侧重挖 然后支护和回填 这个供热管道侧重鱼呢 它那个焊接和安装 然后燃气管道侧重 因为它穿越啊 穿越各种 铁路啊 公路啊 还有穿越河里啊 还是河底啊 等等的 还是从桥过啊 等等的这些穿越问题 双方垃圾填埋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防渗系统 双方垃圾填埋 如果考安裕 就考防渗 好 这几个点大家都得会的 我给大家 把这个 我们这六大专页 给大家能说一下 因为它的考分 绝对是在一百分以上 第三招 嘉嘉老师帮你整理知识背包 大家看 我们了解了知识脉络 知识脉络 就像一棵树一样 这些树干 你就知道了 树枝也知道 树上的花朵和树叶呢 就是这些知识点 要镶嵌上去 这个知识背包里面 有加上密记 手绘图 利用实际动画 案例模块 对吧 母题 还有呢 示意图 因为我们现在考图很多 考卷示意图什么样子的 还有呢 案例母题 加上保紧 我一个一个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在讲课过程中 每开启一个新章章 我都会有一个呢 是重点导读 把这一部分 这一幕下的重点 给大家整理出来 这一幕下的重点 你看 都是我们考核重点内容 都给大家呢 整理出来 还给大家呢 一些呢 励志的鸡汤 让大家呢 信心满满的 元气满满的 去学习 另外呢 我们说 还会呢 给大家呢 大家看加分密记 在我们学习过程中 都有这种 随导图 和加分密记 结合的 这种加分密记 很好用的 你看 油混就好 全能用 吃喝玩乐 实体化 这个呢 是考到的路面里面 路面不是有结构和材料吗 在路面结构 和材料里面 提到的 有瀝青路面的几个类型 和水泥路面的几个类型 瀝青里面 有瀝青光石 瀝青表面处置 瀝青黄荷料 其中瀝青黄荷料里面 瀝青混凝土最好 但是说上没有具体分 它就叫瀝青黄荷料 它说 瀝青黄荷料 适合于各种交通等级的 灌溶适合表面处置 不行 只能是中轻的 还提到呢 水泥混凝土路面 还有补充的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连续配金的和 浪纤维的 这几个 反正带着混凝土 都是好的吧 它都适合于 各个等级的 交通等级的道路 2020年 我们就考了这个题目的啊 所以它的重点性 很高的 还有一个呢 类型叫做气块 气块呢 只适合于支路啊 广场啊 停车场 人性道理性 这么多知识内容 你记乱了 你不知道谁能用于谁 我两句话给你搞定 有混就好 全能用 你只要是带着混字的 我用绿色的标出来了 带着混三氧水的 混字的 那它适合于 各交通等级道路 都行 谁能用吗 然后吃喝玩乐 十七块 你看 细块的地方 什么跳广场舞的地方 停车场啊 逛街的吗 然后人行道啊 步行街啊 这些 还有支路啊 你买东西啊 吃喝玩乐 十七块 这不是接下来吗 这有啥难的 有混就好 全能用 吃喝玩乐 十七块 大家看我们刚刚 这个我们的试题 是 适合于高等级道路的 路面解构 类型是谁 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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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找那个 有混就好 全能用 对不对 所以就用我的家人秘籍 有混就好 全能用 吃喝玩乐 十七块 有混找混 它有混 是吧 还有谁有混 它有个混 那就选它两个 就选AD 不完了吗 别的连想都不用想 这个呢 是 中青 啊 我们前面有吗 中青啊 然后呢 气块呢 是吃喝玩乐 这都不能选 就得选AD 这不就完事了吗 连走脑子都不走脑子 所以加分密技 就是这么绝 就是告你考察 你只要看到 就能记得 同时我讲课过程中呢 还会有一些手绘图 帮助大家明记 你看 嘉导师给大家 绘制的手绘图里面 比如说甜土 我们要分层甜 甜土呢 分层甜 分层压实 同步解念 下层透耳性大 上层透耳性小 什么样的土好甜呢 十字旁的这些 是吧 有水的粘土呢 那呢 受水的影响 有些特点 好 然后呢 这些都是啊 什么叫路低啊 什么叫路线啊 有一些图会给大家画出来 太复杂的图呢 我会通过动画 我做的动画 给大家展示 和三维 给大家展示 不都有三维动画的 像后面 我们有毛骨雷 对吧 很难理解 但是我一个三维图 你看 原来就是它呀 你就明白了 好 所以这些点啊 都会的都会的 很枯燥的 或者很难理解的 你看路基填料 什么高液线的粘土 高液线的粉土 有机制的土 不适合 你根本不用记 你就记 有水有肉 不能用 对吧 高液线的 高液线都有三点水 有机的就是肉嘛 有水有肉都不能用嘛 对吧 所以你就记住这些嘛 多好记 你要需要改善 土要改善 你加东西 你改善生活 还得摘点肉呢 对不对 你吃了 得让你长二两肉啊 那我们说的 改善啊 它要改善 我现在想改善改善 怎么改善 加东西 加谁 加石灰啊 石灰是个高级物体 为啥呢 因为石灰可以把 这些土嘎的 土粒粒 都给它结合成一个片子 对吧 所以呢 加石灰 你看或水泥 这些就可以改善了 水泥跟石灰一样啊 水泥是水应性 石灰呢 是气应性 所以这些东西 一说 一写一话 你就全部理完了 大家看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加货动画 这个呢 是一个桥梁啊 桥梁大家都知道啊 你们上桥下桥 那个叫桥梁的 上部结构和桥梁 扶桥 下面呢 有下部结构 还有桥梁的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看呢 就是桥梁的桥基础 我没有一根一根画啊 太麻烦了 桥基础上面呢 是桥墩 这个呢 桥基础上面 有的有成台 有的没成台 可以直接接桥墩的 也有啊 一个桥墩子下来 就一个基础 桥 没问题 两边呢 叫桥台 这都属于下部结构啊 然后呢 桥台两边呢 是土 这边有土 这边有土 挡土的叫桥台 重力式的 挡土墙 类似啊 就是挡土墙 其实 然后上面呢 有什么呀 盖梁 在敦台上面有盖梁 因为一般盖梁呢 是柱式桥梁 就一根一根柱子的 样子的桥梁 上面有盖梁 好 在盖梁上和桥台上 我们有电石 电石上面 这个小圆扎的 这个呢 叫做制作 制作一般是 像桥制作 对吧 有板式的和盆式的 像这种呢 我们黑的 黑黑那个 圆的 方的 那叫板式橙扎制作 在一个金属的盆里头 做一个金属 做一个金属 像盆一样的 一个金属里头 把它放里头 把这个橙扎制作 放里头的 那叫盆式制作 他们那就是好 一般这种 我们说长的 桥梁 就是大块 比如都用 盆式橙扎制作 这个呢 就是代表制作 小绿圈 上面就是一块一块的梁 这个梁呢 简单我就画了三块嘛 这个方便大家理解 就是一块两块三块 它叫桥块 都是梁式结构 你看 这个图一画 你显然就非常明白了呗 对不对 好 有个同学呢 不知道什么叫桥 我也给大家呢 演示一下 这个呢 叫一二三桥 对吧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图 看出来了吧 红色的是柱石桥墩 柱石桥墩上面的 这个呢 就是盖梁 盖梁上面的 就是电石和制作 制作上面的五颜六色呢 这些就是 我们的梁体 统载结构 这个梁可以是空丝梁 对吧 空丝板梁 也可以是啥呢 香梁呀 也可以是梯梁啊 它都行啊 真的都行啊 两边写着我的名字里 一加的呢 是桥台下的土 这边有桥台 土鸡 对吧 这是土鸡 所以桥台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桥墩 桥墩下面可能有桩啊 我们有画 然后这个一片一片的 就是我们的 胯 一胯一胯的 上面的板梁 分个板梁 硬立的啊 或者是香梁 或者是提梁都行 这是三胯的 我们经常听说啊 一胯 你多少片 那就横着你水杯 这黄的 橘的 粉的 这三个 橘的 粉的 黄的三个 这个就六个吧 这也是六个吧 我拿去这六个梁一看 底下 你能看清楚吧 扫大看一下 看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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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石和我们的织作 这个呢 是盖梁 是吧 这个呢 是桥墩 然后上面的 然后上面的 看出来是空心的了 这就是空心板梁 两边是边梁 中间呢 是中梁 你又完事了吗 你懂了 那你永远忘不了了 你永远也忘不了了 这个呢 叫简直梁 因为这些呢 梁都是一段一段的 如果我把这个梁 中间呢 这个地方 我都用火凝土胶住 给它连成一个整个的 它就变成一个整体了 这个整体就叫连续梁 我先简直简直这样做 我呢 给它安装上 是一个运续安装的 然后我再把中间 都给它浇死了 形成一个通梁 这个就叫先简直 后连续 所以后面 我们会有一种做法 叫先简直后连续 其实我现在也跟你说了 就这个意思 好 我在讲课的过程中 除了大家看到的家庭动画 会非常好地给大家展示 我们要讲的课程 你就明白了吗 而且我还会给大家一些冻图 很像这个炖弓 对吧 在行进的过程中 前面七条刀盘 号码衬器 都会给大家讲 这个雕桩 这个雕桩 就告诉你 一定是垂直钓好 你有一定的角度在钓 它呢 就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雕桩 你看 这个雕桩起来 这就是OK的 这90度 然后呢 这个是压路机压路 你看这压路机 走来走去了吧 你看这个 你就永远忘不了 你想考试 我们考过一个体验 压路机 在压路的过程中 能不能转弯 掉头 加水停留 都不能 都不能 你看见了 压路机只有往前走 和往后走 它不能横着走 它就顺着路 往前走 往后走 它也不能拐弯 它也不能加水 它也不能停留 对吧 它啥都不能干 它就往前走 往后走 所以啊 你这不就记住了 好 所以啊 这个呢 就记住了 哎呀 所以大家你看 我们这么丰富的教学内容给你 你不过 真不行 真得过啊 你都不过都对不起 我下这么大功夫 我做这些东西啊 所以一定得通过 跟着老师学 一年 转用不了一年起始 八个月 把我们四门课通过了 如果你只考一门的同学 两三个月 我觉得也足够了 但是你保证时间啊 每天都有时长 你每天坐着就犯困 也不看树 那不行 好 我们还会给大家呢 在讲课过程中 举一些生活中的小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呢 是一个瀝青混合料 对吧 瀝青混合料 这个瀝青混合料 就是里面有瀝青啊 还有沙子啊 还有石子啊 还有矿粉啊 还有木素纤维组合的 就它搅和一块 搅和一块 形成了瀝青混合料 但这个东西呢 它有三种结构形式 大家可能呢 对它不太了解 我们呢 就可以把瀝青混合料呢 想成是我们生活中的 花生糖 这个糖呢 就是瀝青 里面的花生呢 就是瀝子 如果有芝麻 就是沙子 所以其实 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 混合起来 然后呢 有的时候瀝青多点 有的时候瀝青多点 对吧 它形成的不同特点 我们做这样的摄像 然后去测试它 看它哪个强度高 如果大家想想啊 我这里面是花生少 但是糖多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 花生悬浮在糖里面 那糖粘得厉害呀 它的粘结性好 但是花生里面的摩擦力就小 这个就叫做悬浮密实结构 内摩擦角小 摩擦力小 但是年距离高 但是呢 一样呢 糖高温化了呀 所以瀝青高温也化了呀 就是高温稳定性差 这个就叫密实悬浮结构 哎 这一想就想了吗 谁是它的特点呢 AC 还有一个叫股价空吸结构 就是 谁呀 收耳朵 糖少 那摩擦力的 但是糖的年距离小 但是一样啊 它呢 高温稳定性好 对不对 它是谁呢 OGFC OGFC就是大空吸的 一到水 哗就能下去 空吸嘛 它也是一种新型的 透水的东西 然后还有呢 是股价密实结构 两个都高 谁呢 SMA 一青马蹄纸 它呢 两个都高 这是最好的 因为里面加了一些墨水纤维水 它才好 所以大家你看 因为它的东西不一样 加的 加的比例不一样 导致这个沥青红糖料 这个试剑 将来呢 我们去做实验的 一个参数不一样 其实挺难的一个点 但是你用这花生糖 你想 多简单 所以是不是 这个是每年必考的一个点 大家看 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呢 还会考核大家一下 给大家呢 加分小测验 这个加分小测验呢 就是我们有些题目啊 这些题目都很经年 然后大家去做 大家做这个呢 只要你学会加分秘迹 就迎刃而解了 这些加分小测验 你看这个题 16年的一个试题 在行之和载作用下 产生半体作用 抗弯拉强度大 然后变形很小的路面是谁 我们加分比起里有啊 柔变刚强接弯拉吗 柔就是实力轻路面 它是变形 对吧 太大了就破坏了 然后钢是钢性路面 是水泥路面 它是强度太大就破坏了 那在行之和载作用下 产生半体肯定是钢性路面呀 强度对吧 弯拉强度嘛 接弯拉弯拉强度大 然后变形很小 肯定是水泥路面呗 所以选C 就是一个钢性路面 水泥路面 不能选A 也不能选次高级 也不能选天然石量 次高级天然石量 跟它根本就不在 一个层面上的题目 只能在A和C里去论断 那我们一看 应该是钢性的水泥路面 用这个加速密切 一目了然 好 而且呢 我们讲课中 还会有些母题 什么叫母题呢 母题啊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 以后不管它放在哪 都能会选 比如说举一个小例子 这是一个道路的题 这个道路的题目中呢 给了一个背景 这背景啊 你一看道路 后面先不用看 然后给了一个道路的 一个断面和道路的 一个平面 我们看到左边 就是它的一个断面图 一刀切开看这个路 这个右面呢 是上面往下看的 这样看的一个平面图 也就是说从上方下看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把这个路一刀切看 就是这个图了 好 这个图好像看上挺麻烦的 你别着急啊 你看人家问什么 是问你设计单位 增设了一个200后的 一个极配碎石 应该是在道路结构中 哪个层次 然后说明它的作用 两问啊 一问是什么层次 然后其他的一个作用 说明它的作用是什么 大家想它是增设的 就是应该是在我们道路 已经有 后来又发生有问题了 又增设的 什么东西是增设的 增设就可能前面 可能没有它 那大家知道路呢 它的层次就也有路基 这个不是烤路基 这个呢是烤的是路面 对不对 那我们说 因为路基不可能是 200后的碎石 太少了呀 那肯定考路面 路面里面底下是电层 上面呢是基层 再往上面走呢是面层 所以这是一个路的构成 在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单选题里就有它 大家看 别是土路基 上面都叫路面 路面有电层 基层和面层 这几个层次 所以你这个就完全 应该知道了 这里面只有电层 它可以不设 你看干燥可不设 其他都必须设的 那既然只有电层 它可以干燥不设 那就说明后面增加的 肯定是它 因为上面是 必须要设的 既然你要增加嘛 肯定是一开始没有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 这个题你不看题 也得知道选电层 所以呢 你在脑子里先有个印象 哦 没准是电层 再回到原题里看 是不是它 你看 在背景里提到了一个事 说呀 现在我们修这个路 路给了图 图说 下面呢 有雨水竹管 还有呢 是这样的一个 雨水支管都有 都在路下面 管道的平面图在底下 底下呢 地层附水 有好多水 有好多水 地下水位呢 还较高 大家看 水又多 水又高 所以这个水 很有可能呢 对我们的路造成影响 那我们想想 这个事 增设的这个 200后的 极配碎石 是干啥的呢 肯定是啊 不让这个水呢 影响我们的道路 的面 省了 让这个水呢 上来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叫做 电层 电层有什么作用呢 你不是有水吗 我有一个电层 那这个水 在电层中 是碎石透水的 那这个水呢 通过电层 透水呢 它透出去以后 在电层这块 我就排水管 把水就排出去 因为路基里面的水 对吧 你没有办法 给它从路基里排走 那我这个电层 最好透水的 就让它排走 所以电层是干这个的 所以这个增设的是 电层跟你刚才想的 或者跟你刚才 预判的是一致的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 人家还问你 这个电层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其实你前面 如果能答出来 这个就肯定会了 电层啊 在我们书上讲 就俩作用 一个温一个湿 就是温度不行的时候 用电层 比如说呢 很多人 我们呢 冬天都喜欢用电 椅子上都放个电子 因为木头椅子太凉 对吧 就是温度不行 我来个电子里电 我们这也是 温度不行来电子电 是吧 还有呢 如果小孩经常尿炕 那你是不是要 给他垫一个电子啊 在床上 啪啪怎么样啊 这个尿的炕呢 尿滲下去 滲到路基里 路基呢就软化了吧 所以来一个什么样 来一个电层 给电一下 所以这个电层 就俩作用 一个呢 叫排水电层 就刚才我们说的 排水电层 像鸟垫子一样啊 排水电层 它一方面呢 是上面的水下来 通过我们的 这个电层的白水 给它引导到 雨水管里面走了 另外一方面 下面的水 地下水太多 如果你往上走 也是通过我这个电层 给它引流走 另外一个方面 叫做什么呀 哎 防动电层 为什么会动 温度太低吗 就刚才我说的嘛 温和湿 这是温的要求 这是湿的要求 OK 这不就懂了吗 防动电层 因为呀 北方那区 冬天呢 它可能会天寒地冻 如果你的路基呢 它特别靠上 跟路面呀 特别靠上 这路基呀挺厚的 它特别靠上 上面是车人的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它在冰冻线以上 就被冻上了 路基一旦冻上 路基里的水就结成冰 它就膨胀 一膨胀呢 路基就把路面给顶开裂了 这个沥清水路面一旦开裂 那就坏了 回不去了 它不可能再缝上呀 那将来春戎的时候 春天融化了冰 冰一融化 变成水了 水就在路基里面 泥泞了 然后路面又都有裂缝了 大卡车一来一压 这个泥泞的泥汤子 就会从裂开的路面上冒出去 这种现象叫做翻浆 所以我们防冻面层 就防止路基未动 怎么防止路基未动呢 因为路基比较浅 路基 比如说这是我的路面啊 这是路基 它比较浅 它正好这两块呢 都在我的一个什么样 冰冻线以上 那我如果在我们的路面 底下加一个电层 这个路基就往下走了 中间 它们俩中间 我这两只手中间就有电层了 为路基就跑到冰冻线以下 就不会动 那电层会不会动 不会呀 电层是透水的呀 电层是透水的 没有水的 动它也不会涨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电层叫防冻电层 防冻电层多厚呢 其实就是把路基下沉 下沉到我们的冰冻线以下 对吧 你射多厚都行 那我们其实你就会算了 对不对 就是我的冰冻线的一个厚度 减去路面 其实就是中间这块电层的厚度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电层的啊 我们将来还会讲这个问题 大家了解一下吧 这块就是母题 你知道这种母题了 只要不管什么时候考路 只要有温 有湿的问题 就写电层 电层就这两功能 你看 一个呢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湿度 是吧 就这两个 一个呢 是保证面层和基层的强度 稳定和抗冻胀啊 然后扩散核载 还有呢 是减少变形 你这些呢 一写写后面的 一个呢 就是抗冻 一个呢 就是排水电层 对吧 就这两个 温识 好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呢 是加分宝典 加分宝典是我们讲完这一个章节目条以后 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 将来你按照加分宝典去复习 一成本的一册子 那我们说就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个试证这本书的关键的东西都掌握了 没问题啊 就都掌握了 对吧 有些重点没问题都在这上面 所以这个呢 就是加分宝典 去年我们很多同学用这个用得非常好 而且呢 最后也都通过了顺利 就是看了老师的加分宝典 好 另外呢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呢 是加分割谣 朗朗上课的加分割谣 大家呢可以平时在记忆的时候呢 为了方便记忆跟老师一块读 跟老师一块记 快逐次之交通简 必应可不隔离带 必清水泥铜最长 柔变刚强 结完了 这样多简单呀 就把我们倒入好几个的知识 凝练成这四句话 全记下来了 这个呢是加分割谣 大家跟老师一块记忆 好 第四招呢 就是考试试题扫描 熟记答题套路 我们呀 一定要把试题好好做做 因为它最真 最贴合考题 有人会说考过的不再考 这绝对是谬论 你知道吗 大家你看我举了个例子 你看啊 你看这个题 15年考完 21年又考 你看15年考的时候是说 积坑内被动区加固平面 不止常用的形式是谁 这个呢 考核的是一个积坑的一个加固 积坑加固图体的方式有好多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这个呢 大家你看 里面他提到 是敦式架固 岛式架固 群面式抽调式 满堂式 这么多 哪个队呢 我给了大家加分秘籍 一记 这个请求OK了 是什么呢 是隔山条裙满堂 对吧 一个小姑娘穿着隔裙子 隔山条裙 然后呢 她在这个饭堂里 这跳一下 那跳一下 就满堂顿 所以大家你看 哪个队呢 A有 对吧 宝式没有 C有 D有 E有 ACD 两分到手 这个知识点 在21年 他又考到了 在软土地基的一个加固方式中 积坑面积较大的时候 采用什么方式 这个呢 考的就比我们15年 这个就深了 但是同样的知识点 你不能说他没考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呢 应该选的是群边加固 你不能选其他的 我们说 长条极坑考虑的是抽调加固 极坑面积达 采用群边加固 地铁车站的端头井一般 采用的是隔山式的加固 所以这个应该是群边加固 好吧 这种提大 你看 能说不会吗 一个知识点考完还考的 好 另外老师说了 我们的套路特别重要 考试一定要有套路 尤其针对案例题 案例都是有套路的 自古申请留不住 唯有套路 得人心 所以嘉嘉老师就带着大家 破解考试套路 顺利通关 选择题其实也有套路 选择题我们争取30分通关 案例题我们争取80分通关 加起来110 绝对过了 单选和多选啊 大家注意 我们呢要了解 它的一个分布地图 选择题里面的单选呢 一般来讲 1到16个 都是在第一张出现的 然后17到19 17到18是有三个题在第二张出现管理出现 第三张呢也就一个单选 所以还是以第一张为主 然后多选题呢 前八个基本上都在第一张 然后第二张呢出现两个 这是选择题的分布地图 案例题可多了去了 它从技术管理两方面都会考 从技术来讲是道路 桥梁隧道 水池管道都考 然后垃圾前面也考 从管理呢 是招头标到军工业的时候 它都考 我给大家做了总结 大家看 这个呢 是我们近五年的选择题的一个分布地图的趋势 你可以看到啊 前面这几个都是技术的 一直到监控两侧 然后后面呢 是管理的 最后还有法规的 看出大头在谁了吧 技术 技术又在谁倒桥 看见了吧 还有管道 对吧 路沟桥吗 这都是我们考的比较多的 你看垃圾考的相当会少 选择题它会少 它的数目也就一个两个的样子 好 然后到我们后面这块 第二章里面 管理的选择题 质量这块就多 案例也是质量就多 好 大家你看啊 这个呢 是刚才说的选择 这样的一个考法 你再看案例 我也做了统计 这个统计 大家你看 特别体现在道路桥梁 对吧 还有呢 是水池 水池 你看 在我们2020年去年 对吧 前年 它呢 一均凸起考的还挺多的 然后2021年去年 我们的桥梁考了大头 你看 这个对吧 这里面有不同的颜色 对吧 不同的年份 所以还是靠前的这几个 除了垃圾以外 其他几个都是中间 另外在第二章考案例里面 它呢 是管理这块 质量管理 对吧 包括我们的几大目标 进度 质量 安全 成本 都会有题目设置 法规和标准的考的少一点 除非呢 是有的年份 也就是冒一个头考一次 比如说17年考过 其他都不考 好吧 大头是谁 看出来了 你也可以呢 看我的分支分部 也给大家把近五年的考点历图呢 给大家呢 做了一下总结 这个呢 你看道路 桥梁 轨道交通水池 管道 垃圾填埋 和监控量测 这个技术方面 考的分支 还有这个管理方面 考的分支 和法规方面 考的分支 我都做了汇奏 你一个一个看 你自己去看 也能看出来 它的一个重点在那 所以说你不用看了 我就告诉你去看 道路桥梁 桥梁比道路还重要 然后呢 是管道 然后呢 就是水池 这块特别重要 不管是选择题 还是案例题 都重要 选择题呢 我们的考试套路 主要有七个类型 后面我会给大家分解 给大家讲例题啊 有概念 数字 归类 指标 角色 流程和综合题 这里最难的综合题 一般多选题 都是综合类型的 然后案例分析呢 都是三段式 它呢 包括背景事件和问题 背景呢 是给一段文字 然后给大家图 现在都给双图 有的时候 还给表 你看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双图加表 对吧 一个道路 道路的平面图 还有一个道路的 一个断面图都给你 然后还给你一个表 然后给你一段叙述的话 一个道路主要大修 它的层次是什么 事件呢 是一二三四 现在有可能不给一二三四了 它给段落 也是一个意思 然后给问题 不要先看事件 先看问题 问题一定是对着事件一的 问题二是对着事件二的 这样去回过头去答 我们再回头看 这样答题是又快捷又准确的 带着问题去看 我们的体干和背景 才有用 现在都是这样 三段式 我要着重讲一下 这个问题的出现方式 问题呢 一共有八种出现方式 判断题 判断题就是问你 谁对谁错 或者是所谓成立吗 一定要先判断 一定要先判断 这个占一到两分的 一般来讲 问你谁对谁错的时候 他都会问 相经理做法对吗 大部分 99%都不对 第二个呢 改错题 一定要先改错 找出不妥之处并改正 这是两问 找不妥就抄题 然后再改正 我前面呢 也有这种改错题 告诉大家怎么答了 直接就抄题 一定要分条抄 一个小分号 一个小兜号 就把他这一小块抄下来 就是一个不妥 然后呢 计算题 一般呢 都是在一些计算进度啊 造价 还有一些应用题里出现 现在这个应用题 考的特别多 考你周转的一些情况 或考你人的配置 等等的情况 这个呢 跟现场的实操题 一块联合考题 去年我们二件一件都考了 前一年也都考过了 计算题是现在的重点 另外呢 还有问答案和补充 这俩呢 都是回答问题 这就得记了 就得背了 这种呢 记住分条写 因为碳条给分 我们考试都是有重点字眼 和分条给分的 流程题就是两种考法 一个呢 是方块 方块 方块 然后问你 A是谁 B是谁 C是谁 一种呢 是给小1 小2 小3 小4 小5 给我排个序 是54321 还是23456 对吧 这样排序 然后呢 还有呢 是原引题 原引题呢 是有质量和安全率出 原引题一定要回背景 摘路去 我们前面做了一个挡组墙 倒塌的原因 背景里都有 背景里也写了反例层没有设置 所以这都是背景里摘的 还有一个是实物题 现在比较难的一个题型 一般都是考构造的 桥梁里哪是深色放 哪是知作 对吧 哪是桥墩 哪是概量 让你认识它 哪是桥台 对吧 这些种方法是什么 一定要看懂图才行 所以这里比较难的就是计算题里的 用题和实物题 实图题 这两个现在是考试的一个趋势和流行 大家一定要知道 现在考试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呢 不会也能得分看上去就写的一些 死马当活法制的方法 那我们只能说啊 就你复义的不怎么样 然后你看到这个你去写 当然你会的话 一定要回答 问你是否妥当 大部分情况都是不妥当的 问你总报和分报 一般呢 都要回答临带责任的那几字 问你去工验收和验槽 一般都写上五方 参加五方把人写出来 勘查设计 施工 监理 盒 监设 还有呢 有些东西抄题 一定要分条抄 你不分条抄 人家是不给分的 尤其是改错题 先抄不妥之处 再改正 对着改就行 然后呢 要涉及到焦底 一定要选全员数面 签字归档 这八个字 涉及到设备进场 一定要呢 检查校验合格了 连绰合格才能用 如果是配套设备 一定要配套教验 配套使用 比如说签顶和 我们运用力的 张拉的毛具 一定要配套 好 另外呢 评分都是按点给的 一定要按点写才行 一个小点 基本在零件五到一分 评分的时候 抓住彩分点 不能空题 绝对不能空题 你空题 你不白来了吗 所以不能空题 也不能够不考试 这是两个 必须要做到的 好 我也给大家呢 是考试的十大必坑 和考试的十大密集 我们十大密坑 大家一看 有同学就跟我说 试证太难了 我呢 是今年复习一半 不复习明年再来 不行 你一定要 现在就把目标打好 这个目标要定下来 现在立个旗 然后一年搞定 我极乐得大家 八个月就能搞定 我们四门课的啊 书看十遍不知所云 有的同学就是 明明糊糊的看书 一定要跟课看 你没有课 自己看书 太累太慢 你也学不会 有好多东西 你整不明白 所以事半功倍 得跟着课走 跟着佳佳老师的课 一块学 四门功课 不要排队学习 我们要交叉学习 循环复习才有用 还有呢 不能死背 不做 我们的考题不行 一定要 不能死背 把我们的试题 都反复做 做好了才行 因为它特别有用 体现了一个 初级老师的思路的 还有呢 靠眼不行 动手才行 另外 题海战术没有用 得是把错题 改了才对 错题一定要改啊 要不改 等于白做的 还有呢 是现场和书本 纠结不清 有好多同学这样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考试 都是试卷 是硬试的 你先把这硬试过了 再考虑呢 现场怎么干的 我们先把书本上的 知识掌握 初题老师 都是专家 专家都是理论层次 很高的人 所以他肯定要考虑 理论的东西 当然也会有实践 但是实践 也是基于理论来的 不能放弃理论 只看你 你怎么做 你怎么写 那绝对过不了的 然后呢 还有偏题难题 偏理主线的 不要关注 关注就是必考的内容 加教老师给你讲的 就是必考的 能够保证你 上110分 这些 我们绝对没问题的 你只要能考到110分以上 你想想选择30 按例80 加起来110 你还有什么 即可着呢 还有考前呢 不要焦虑 不要有压力啊 另外呢 不能改 我们好多同学呀 就是考前 做的时候 心心百倍 然后做完了 就游游于浴 对吧 在考场上 不想改 你改第一个 你都画大叉了 没地儿写了 第二个呢 你改了 不一定能改对 所以我劝你一句话啊 下笔之前 考虑清楚 再写 选择题也不要改 按例题更不能改 没地儿改 下笔之前 一定要看清 问题是什么 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看清写的位置 不能立行写错了 写错了 一分没有 用黑色的笔答卷 答题 要写得干净 利索 然后呢 卷门要整洁 这都是 其实有一个印象的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 必坑 这都是坑的啊 只有这样 才能实力通过考试的 制定学习计划 从现在开始 我们到 现在教材大部前 我觉得这个呢 就学习 先看21年的课程 都有佳佳老师 21年的课程 你先跟着学 然后教材一出来 我们就有新的 一个课程了 这个大约呢 教材在五六月份出来 我们就新的更新了 很快啊 这个大家就学新课 但是你已经有基础了 听新课就会很快 对不对 如果你一点基础没有 那你想想新课 学的很慢 这一段时间又等于又加固一点 所以你等于学两面经济 多好啊 一定要懂啊 学懂为止 然后呢 我们是从 七八月份开始 就要做练习了 一定要做题 这里面把我们的试题做了 把我们的习题做了 把我们的模拟题做了 对吧 我们会给大家很多题 我有很多的母题 然后呢 网站上有很多的习题和练习 你去做就可以了 这个不叫提海战术啊 就叫开放眼界 你得知道人家考啥 你得知道人家这个题怎么出 你只有多看了 你才多会 另外呢 到九月份 你要回归教材了 把这个知识点呢 再回笼 再看一下哪些知识点 没掌握 再在脑子里过一点印象 因为考试毕竟考的是知识点的应用嘛 你不能知识点一窍不通的啊 所以一定在九月份 九月十几号 或者二十号就有考试啊 所以那时候要回归教材 教材一定不能扔啊 一定不能扔 回个教材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能紧张 不能这样有压力 然后呢 不能焦虑 你要高兴的 对吧 从容的去考试才行 准备考试 绝对没问题 大家跟着我们走 我们第三个法宝 就是持之以恒的坚持 持之以恒的坚持 是你成功的法宝 我们说不吃学习的苦 就得吃生活的苦 所以现在学习的这点苦 不叫苦 很多同学 都是一边在生活的苦吃着 还要学习 也不就是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 所以学习是给你带来动力 会给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的 它是有效益的 一定要坚持 从现在开始就行动起来 我们十个月一次通关 四门课程 你跟着学是绝对能搞定的 没问题的 嗯 你先走 你先走 你先走